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杨慈音 今晚巴黎奥运的周投戏 就是林洋佩闯进金牌战 对决世界第一的中国队 梁王组合 过去有五次的交手经验 最近一次是取得一胜一败的成绩 全台湾集气 蝉联奥运冠军 林洋佩要拼金牌二连霸 现在不只台湾的家人帮她加油 现在连巴黎当地的台胞 也一起来为她集气 我们也希望林洋佩 勇往直前继续的拿下金牌荣耀 林洋佩上演金牌未免战 这也是台湾首次要抢奥运蝉联冠军 而且组合没猜搭 这次金牌战将碰上 世界第一的中国队 二十三岁梁王组合 梁王坑王场是大陆头号种子 王场擅长前场调动 梁王坑则是后场重炮威力 男人积分已经破十万分 五次交战两胜三败 最近一次交手林洋佩取得一胜一败 这回力拼再赢一次 林洋拼金牌 压力可得好好抒发 像是王麒麟 李洋就吐槽过他 现在不划脸书跟IG改划3s 真的你看巴黎时间 都已经凌晨十二点三点了 这海巡哥还不睡 粉丝有问 热情回答我来了 跟台湾说早安 但在巴黎的你要晚安了啦 一击幸运小物都要带出场 王麒麟左手佩戴的红白蓝 三色手环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李洋则是留下胡子 象征把赢的运气统统留下 从7月28号第一场球赛开始看 下巴从很干净 到有些微黑点 第三天就能看到有胡渣 到了四场赛这天 明显已经有长度 就是为了要把好运势 累积到最后 两人准备带着大家满满的爱 重现冬奥那时回国光景 女球男双林洋佩在闯金牌战 对战中国组合 粉丝们就等两位 蝉联金牌荣耀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为了当王麒麟和李洋 最大的精神支柱 王麒麟的爸爸 一早就去爬七星山 帮儿子集气 下午还跟小儿子 一起去国小打羽球 至于李洋的爸爸 早就到巴黎观赛 还脱了儿子的羽球线 都是自己穿的 在镜头前戴着眼镜 低着头为球拍穿针引线 他是台湾羽球国手李洋的父亲 为儿子征战巴黎奥运 做好事前准备 从开始起拍的那支球拍开始 到现在为止 每一支的球拍都是我帮他穿的 每一根线都藏有父亲满满的爱 带着这样的球拍 李洋与王麒麟就要踏上 奥运金牌战的征途 王麒麟 加油 李洋 加油 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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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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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强加油团怎么能少了 王麒麟的父亲 周日一早就与山友们 爬上北市第一高峰 七星山 魏夫姻他就忘年 子田生在最高层 麒麟 加油 宫廷集气希望林洋配 能成功未免 上午爬山 下午行程 又马不停蹄 来到敦化国小打羽球 王麒麟爸爸伸手不输儿子 相当矫健 身旁蓝色衣服 则是王麒麟的弟弟 从小陪伴儿子打到大 到了现在 依然会回来打羽球 谈到今晚即将登场的比赛 王爸爸这样说 我要听国际歌啊 就这个期待 这两个小孩 绝对是我们两个家庭 两个父母的最大骄傲 我也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台湾 我们阎王子孙在台湾的奋斗不屑 然后能够让国际看到 行程满满的王爸爸 晚上还要为林洋配来加油 也希望大家能一起支持 陪伴他们朝向未免金牌之路迈进 全台湾球迷都要给林洋配 满满的应援能量 无限是串联起架起了大萤幕 其中台北车站的大厅 还有高雄卫武营 越晚人潮越多 而如果林洋配夺金的话 可以获得两千万的国光奖金 林洋配加油 林洋配加油 台湾No.1 台北车站一楼大厅 四号下午好热闹 许多民众已经坐在椅子上卡位 现场更搭起大型电视墙荧幕 因为晚间就要来转播林洋配 在奥运羽球男双金牌站的奋战因资 就连王麒麟爸爸都将到场加油 加油太大压力 我们台湾一定都会支持你们的 另一头新北新无科大 也将校内体育馆规划成转播区 除了有两千组加油棒 下午时六十四箱金牌啤酒 和满满洋芋片也已就位 而来到高雄卫武营荣述广场 也能看到好多民众坐在地上 因为晚间也要直播林洋配比赛 而看看李洋的金门亲友团 也特别前往官地庙为李洋祈福 其实如果林洋配拿金牌的话 将创下奥运羽球男双赛史上 首度连把记录 而由于王麒麟是台北市民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喊话 夺金的话奖金加码 算一算如果林洋配在奥运获得金牌 国王奖金可得两千万元 银牌则是七百万元 除此之外各县市还有加码 像是李洋涉及的金门县 金牌奖金为条寄出三百万元 国手奖金十万元 训练补助金两百四十万元 如果李洋未免金牌的话 加起来将能获得五百五十万元奖金 而如今北市加码 王麒麟拿金牌的话 至少能得两百七十二万元 不过两人相比之下 恐怕差了一倍 在奥运热潮下激励选手的奖金 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体育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晚上十点十分 羽球男双金牌战就要开打 我们要请教法国巴黎特派记者 蓝于明 林洋配和中国的梁王组合 双方实力还有交手经验如何呢 时间交给于明 好 是的 主播 持续为您锁定巴黎奥运赛事的 专协性消息 我相信现在全台湾的观众 都跟我们一样 正在期待稍待会要即将展开的 奥运男子双打金牌战 这场比赛要由我国的 李洋 王麒麟 对上的是中国组合 两尾坑 还有这个网场 这个组合过去交手并不陌生 看到林洋配对他们交手 国际上五次的一个交手记录 我们是两胜三败 屈居一个弱势 不过没有关系 过去的事情都不用说 因为现在林洋配 为奥运而生的男人 有真正男人 台湾人的keep 没有在怕的啦 为什么呢 奥运到现在已经11连胜了 也就是说 从东奥到现在是没有输过的 虽然在中间历经了一波小低潮 但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到 这个中国的组合 其实这个中国组合 也是一个实力 非常坚强的一个对手 他们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 也算是中国男双的 一个后起之秀 尤其之前的印度民党 也称赞这个两碗组合 是非常具有技术性的 尤其这个技术上 这个两尾坑 主要是负责 后场的一个 重炮杀球的一个部分 而且在前场的部分 这个网场的前场 调动是非常出色 所以一前一后 两个人的默契相当出色 不过没有关系 对手越大 BOSS越强 这个拿起 拿下之后 才更有这种成就感 尤其是现在 林洋贝现在 已经在整个奥运史上 慢慢要来写下记录了 因为过去 很多的比赛 也曾经有在 奥运男双 是有同一支队伍 连续两届 都达到了奥运决赛 但是通常都没有 把完成金牌联霸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林洋可以这样 把金牌收下来的话 也就可以写下 奥运史上的新记录 也就是奥运男双 连续两届夺金的 一个新游 这很多人 都没有办法达成到的 没关系 我们这边要跟 中国大陆说一声 麻烦请资源收赢 因为金牌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在昨天 也有访问到 李洋跟王岐颖 他们说 现场的观众加油声 真的带给他们 很大的动力 他们也知道 台湾有很多人 正在帮他们加油 我们也知道 从上来的新闻说 今天在台湾 北中南 都有设这样的一个 大萤幕来支持林洋贝 我相信全台湾的心 都跟我们一样 凝聚在一起 就希望林洋 今天可以 好好的来比赛 由于是今天 李洋的爸爸 也已经来到现场 我们刚才看到 画面上 就是林洋进场的画面 他们的爸爸 李洋也已经来到现场 李洋爸爸说了 李洋的每一支球牌的线 都是由他来缝制的 他看起来 就是一个铁血教育的爸爸 但是他对儿子的期望 就是说 没关系 尽力的去比全台湾 包括他自己 也都会为你而加油 那王岐颖的爸爸 也在台湾 为了他而来加油 其实全台湾的现在心情 都是很紧张的 因为其实这个梁王组合 并不是一个 很好打的一个对手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林洋贝 就是为大赛而生的男人 在奥运场上 在冬奥结束之后 其实他们历经了 很大一段低潮 过去的好几场公开赛 很多都是一轮游 但在去年日本公开赛 拿下金牌之后 林洋贝现在的企图心很明显 得到这最后一条路 什么都不用说 金牌就是烂门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也会持续的 为你锁定最新的赛况 这张镜头还给出播 没事没事 没错 还是要帮林洋贝 加油加油加油 而今天下午 其实全机女将林玉婷 也打出了好成绩 八强赛的时候 对上了保加利亚女将 最后以5比0 碾压对手 确定保底铜牌 甩开了性别争议 用实力来说话 台湾全机女将林玉婷 出战巴黎奥运 没想到陷入性别风波 好在林玉婷心智坚强 用实力说话 4号在巴黎二运 女子全级 57公斤级 八强赛中 战胜对手 强势挺进四强 确定至少同牌入手 不受风波影响的林玉婷 八强赛中 对上34岁 保加利亚女将 卡米诺娃 林玉婷一开赛 就冷静应战 连续击中对手 第一局或三位裁判 十分肯定以三比二显胜 到了第二局 对手似乎被打出一点火气 一路架住林玉婷 遭裁判警告 最后林玉婷获得五个十分 面对对手挑衅 林玉婷 冷静沉稳 精彩反击 每一拳都命中对手 最后是打到对手 直接放弃 最后三回合打完 压倒性获胜 成功挺进女子57公斤及四强 确定再为台湾进账一面奖牌 台湾女子全集奥运 三名选手都有奖牌 破天荒 林玉婷保底铜牌 要继续往金牌迈进 TV的新闻采访团队 法国巴黎报道 而这场全集八强赛 运动餐厅下午就挤满了人潮 观众们大喊 要当林玉婷最强的后盾 不过林玉婷的高中同学 是直接用行动力挺 特地飞到巴黎要帮他加油打气 甚至连冠军站的门票都买好了 玉婷的四强赛 在他的抢票中 冠军站已经买好了 高中同学情义相挺 从台湾追到巴黎 台湾全集女将林玉婷 周日开拼奥运八强赛 朋友们说他一定可以 看起来他的身心状况 都调整得蛮好的 因为他前面都在国外遗地训练 他也知道对手会针对他 有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说看起来他应该是蛮自然的 无端卷入性别风波 但朋友们都知道林玉婷挺得住 台湾这边运动餐厅也早就挤满人潮 要帮他加油 粉丝们提到林玉婷情绪沸腾 但说什么都要帮玉婷加油 做他最大后盾 玉婷她比如就是一个胜利的是一个女性 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情 那今天为中华台北代表出赛 那我想我们应该在做他最后最重要的后盾 支持他继续争取这样的荣耀 全国几气替林玉婷打气 也要让惹事端的人看得好气 所以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林玉婷今天的表现了 即使这几天关于她的性别争议是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林玉婷沉得住气 拿出优异表现击败保加利亚 更多赛况的分析内容交给余明 好 这次主播我们继续来关心 在巴黎奥运的赛事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选手中央面 因为待会林玉婷就会出来接受大家的访问 那可以来关心到就是说 林玉婷在上午的比赛真的打得非常的出色 对上保加利亚的这个比赛 林玉婷真的表现得非常好 第一回合3比2领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都是以5比0的碾压对手 其实可以看到林玉婷 我们从她的这几天采访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她真的委屈了 她非常非常的委屈 因为她真的说 她只是想要专注在比赛上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风波 已经在国际要会 IOC都已经证明她的性别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群统 就是一直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做文章 也让这些输不起的对手 一直在攻击这些东西 尤其是今天在赛后的时候 其实林玉婷是想要跟保加利亚的这位选手来示意 但对手 我们说今天世界没变 真的是没有跟我们来一个 就是说你比赛出了没有关系 但是完全没有理会林玉婷 不过没有关系 这种小动作是没有办法击到我们的 不管是来自佛蒂姆的干扰还是怎么样 现在林玉婷就是专注的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他也说了接下来的每一场的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要晋级奥运荣耀的最大关键 他现在已经把社群全部都删了 他现在就是想要全力来面对这场比赛 他也特别说到他有收到台湾的一些祝福 也知道很多人很关心他 他要大家不要担心 他会继续的来努力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性别争议 从他一开始就一直在困扰着他 甚至在现场有很多外媒都要针对他这个问题来做询问 但是他也感受到其实来自台湾的关心 告诉大家他会继续努力 今天是他已经确定保底铜牌 但要的不是只有铜牌 他要继续努力来拼更好的金牌橙色 主播 当然也还要关注是拳击女王陈念琴 他将在8月7号出战中国的选手杨柳 过去是世锦赛还有在杭州亚运的金牌 不过双方在亚运是有招手过 但是实际上的战力分析 我们还是继续请余鸣告诉我们 好我们该看到另外一个拳击的女将 也就是陈念琴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是顺利的晋级到了四场决赛了 昨天晚上呢 我们大批的民众观众呢 也是等到他这个比赛结束 他也出来跟我们说 现阶段呢 他的目标也就是为了金牌而来 其实陈念琴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女孩 他过去呢参加奥运也很多届 三届奥运了 第一届是在2016年里约奥运 当时他是止步16强 而在这中间呢 2019年他罹患了癌症 这历经了这个癌症治疗之后 2021年继续的回到冬奥战场 当时是止步8强 现在已经来到了巴黎奥运战场 他已经闯进到了四场决战当中 现阶段也是保底铜牌 那看到下一场对手呢 是178公分的这个杨柳 对手也是一个非常飘悍的一命的女将 过去呢 在国际赛场上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杀伤力 而且他的成绩也非常的好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现阶段呢 这个无情组合 可以看到这个 他跟这个师妹啊 吴施宜是组了 无情组合 吴施宜是不敌中国杨文璐 但现在呢 这个学姐要继续来对上中国的杨柳 两个人的打法各有特色 也各占有优势 谁能够把握了一场反应 在这个回合上面 更取得更多优势 就考验着陈恋 由于陈恋 现在呢 来到这个赛场 身为这个资深学姐 他也说了 来到这边 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打下去 还有台湾的爸妈妈 也一直在支持了他 尤其走过伤痛 走过了三届奥运 也历经了低潮 现在能慢慢获得 观众朋友的掌声 他也希望说 能够透过手中的拳套 继续的来努力支持 我们也请全国人 替陈恋琴来加油 因为接下来 只要能够再赢一场 就能够闯进金牌战 也希望林玉婷 陈恋琴 都能够继续为中华队加油 现在目前全集 有三面奖牌 我们都希望后面两面 可以提高到新牌的橙色 我们稍早也问到了 这个全集赛事的一个访问 包含我们之前 也做了一些新闻报道 现在透过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 台湾全集女王陈恋琴 穿着红色制服 对上乌兹别克选手 去年市井赛 同牌得主哈米多瓦 每一拳都抱着必胜决心 又直拳搭配瞪大眼睛 虽然对手也没再客气 不过陈恋琴左拳招呼回去 直接命中眼窝 第一回合陈恋琴4比1 取得领先 这回合结束之后 教练柯文明在耳边叮咛 陈恋琴先大声回了好字 紧接着连续讲出 没问题 相信我可以的 教练指导战术时 陈恋琴告诉自己 要自信果断 眼神坚定 看着教练再次呼吸 最后和教练拥抱 喊出加油 陈恋琴就是锁定金牌 在擂台上每分每秒 都想着要继续前进 第二回合哈米多瓦 主动攻击 积极跟陈恋琴换拳 两个人苦战 局势被扳平 但决胜第三回合 陈恋琴抗压性超强 多次击中对手 获得五名裁判 一致青睐 5比0 陈恋琴顺利获胜打进四强 也确定保底铜牌 慢慢去发挥稳定自己的 激战术这样子 对那这个对手也是非常强 翔莹的念头 一直都在陈恋琴 打败对手后 充满杀气的脸 终于露出灿烂笑容 还比出爱心手势 搭配辫子头 全都被捕捉下来 变成超萌表情包 离场时他也喜极而泣 弯腰亲吻擂台 看到薛 他们会激励到自己 今年我希望自己 在全职这条录像更努力 还是一定要到手 然后在每天的训练当中 陈恋琴展现夺精决心 下一站四强赛 将对上中国队好手 不过陈恋琴享受擂台 必胜决心坚定 展现最佳技术 力拼奖牌颜色再升级 体学新闻中的报道 不过陈恋琴在2019年 曾经被确诊零八癌 抗癌的时候调法明显 一度偷用增发纤维粉 想让头发看起来茂密一些 后期还甚至去定制了假发 而她还曾经对食物反感 三餐只吃白吐司 对着镜头诉说化疗的苦 台湾全集女王陈恋琴 2019年确定罹患零八癌 这对当时全力备战 东京奥运的她来讲 无疑是个最大打击 陈恋琴说虽然自己天性乐观 但是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开心理由 抗癌时期调法很明显 曾经投用增发纤维粉 想让头发看起来茂密一点 后期头发一块一块掉 去定制假发 另外她也对食物反感 看到食物会直接吐出来 常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三餐只吃白吐司度过 她一度不想治疗 想先拼奥运 离癌之后她停讯一年 没想到因为疫情 冬奥也延期一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很好的挑战 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重新的准备自己 准备迎战奥运 这么努力的陈恋琴 上天自然也不会亏待她 2020年底 陈恋琴身上的癌细胞 已经全数消失 只要定期回诊追踪即可 不过全籍女王不只经历这些 童年时期的陈恋琴 因为原住民身份受到排挤 更曾因为投尸被学校禁止去上课 国中时期她被柯文明教练发掘 只身搬到新竹加入全籍队 没想到这又是另外一轮排挤的开始 没有基础的陈恋琴 只有挨打的份 她不是没有哭过 不过她想要赢 想要被看得起 勤奋苦练 终于有结果 三度扣关奥运 巴黎奥运确定会夺牌 脸上也再度重现 自信光彩 陈恋琴即将面对的是 中国女将杨柳 已经32岁了 作用世锦赛冠军 不过这是她首度登上奥运 被陆媒形容是有着身高必长的优势 大气晚成的选手 大家好 我是国家全球队运动员杨柳 她就是台湾全球女王陈恋琴 在奥运四强赛的对手杨柳 出生于内蒙古 今年32岁 被陆媒形容大气晚成 有着身高必长的优势 在2008年中学时期 被教练选中 开始全籍生涯 2018年获得中国女子全籍冠军 2023年再斩获市锦赛冠军 以及杭州亚运金牌 就是这段时间家里面人担心了 因为我在进村之前 我就跟他们说 不联系他们了 就也是相当于半个月吧 我觉得在备赛期间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 跟外界联系 包括家里面人 备战期间几乎断绝 外界干扰 杨柳32岁 出登奥运 中华队的陈念琴 27岁 已经三度登上奥运殿堂 但是两人过去的交手记录 乌兰乌德市锦赛 新德里市锦赛 跟杭州亚运 陈念琴都败给杨柳 因此这次奥运四强赛 对手强度不容小觑 大家多多关注巴黎奥运会 多多关注国家全籍队 在巴黎奥运赛前 中国全籍队 特别到新疆一地训练 跟国外好手竞技切磋 调整状态 前两个月到了哥伦比亚 到了巴加利亚 我们这次依托了新疆拳击中心 设置的国际拳击训练员 面对席日的强劲对手 陈念琴卷土重来 不仅将在奥运场上拼血齿 更要为自己拼一面金牌信念 TV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也是拳击女将 60公斤级的吴诗仪 四强赛对上中国队强敌 可惜最后没能胜出 拿下了铜牌 吴诗仪难掩落寞的说 真的好想赢 不过她不会放弃 将继续征战 我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然后我也真的很全力以赴 我也很想赢下这一起战 真的好想赢 台湾拳击女将吴诗仪 在巴黎奥运全力奋战 闯进60公斤级四强 对上中国队强敌杨文璐 而在去年杭州亚运的赛事 两人就是在四强赛碰上 这回可以说是吴诗仪的复仇之战 不少台湾民众在巴黎为她加油 观赛民众回想比赛过程 还是好激动 而吴诗仪一开赛 不断试图突破杨文璐的防守 但没能获得裁判青睐 第二回合吴诗仪好几次 逼近对手防线内挥拳 但对方依旧站上风 第三回合吴诗仪背水一战 不过防守漏洞比较多 最终以0比5落败 无缘晋级金牌战 但是仍然夺下了迎面铜牌 其实一直都知道家人帮我加油 就是他们都很默默的 因为知道我很紧张 然后能感受到他们 都是打重新第一 就是很支持我 家人在台北市内湖区 经营的鸡汤面餐厅 这几天人气爆满 被粉丝狂刷五颗星评论 吴诗仪本人也下了一跳 被说是面店拳击手 吴诗仪也觉得很光荣 而谈到他的另一个称号 拳击美少女 他也有话要说 不管是美少女还是女侠 吴诗仪说自己会坚持下去 带着大家给他的暖心能量 希望继续在擂台上发光发热 TVBS新闻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而今年巴黎奥运 我们的拳击队真的屡船夹击 尤其吴诗仪和陈念琴 组成的无情战队 背后大功臣是总教练柯文明 他也是金牌选手出身 2013年就带着陈念琴 拿下世界杯金牌 从此打向名号 没再给你让的 无情组合一出马 真的就是威起来 奥运全级女将吴诗仪和陈念琴 两人组成无情战队 起源是吴诗仪在去年三月 加入教练柯文明领军团队 三人也成为密不可分的组合 真的是很温暖的一种感动 然后大家一起 就是不管往前冲这种感受 吴诗仪成功夺下铜牌 追评我国全级最佳记录 而陈念琴也抢下四强战门票 要立拼金牌 背后功臣就来自于 他们的总教头柯文明 这次能够夺牌的这个机会 是相对的比较有机会 皮肤有黑 眼神锐利有神 柯文明过去也是金牌选手 25岁前连续五年拿下全运会冠军 1995年代表台湾参加广岛亚运 称霸全坛依然卸下全套 因为过去台湾没有职业全坛 后续踏入学校任职 一路挖掘全级好手 2013就带领陈念琴 拿下世界杯金牌 培育过十多名国手 也打响金牌教练名号 把选手捧在手心疼 但认真起来也不会客气 陈念琴14岁 从马祖来台跟随柯文明 还称呼他为台湾爸爸 如今陈念琴将出战四强赛 要把金牌扛回台湾 无情组合配上金牌教练 台湾全集要给世界好看 第一月新闻 小江张慧仙台报道 而开张台湾在巴黎奥运 第一面奖牌的是29岁的李孟远 拿下男子定向飞把项目的铜牌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 就跟他的偶像 美国金牌选手和考课同框颁奖 变清凝神瞄准目标之后 精准射击29岁 射击金童李孟远 第一次踏上五环殿堂 出身之毒就展现好实力 李孟远在定向飞把 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站上颁奖台 开张台湾在巴黎奥运的 首面奖牌 也是我国射击奥运史上的 第一面奖牌 这次奥运的决赛下 真的是从头到尾都 给你的好辛苦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张力 下去比赛 下去打的时候 一定完全没有技术可言 就是完全用意志力下去打 射下这面奖牌 真的不容易 资格赛第一天 先以总分74分排名第三 第二天射出总分124分 不仅打破个人生涯 最佳记录 也追凭奥运记录 在所有选手中高居第三 成功在下决赛门票 一路挺进决赛 夺下铜牌缔造记录 甚至跟偶像 也是这次未免金牌的 美国选手汉考课 一起站上颁奖台 这趟真的值了 前面一二名实在是 我本身我是觉得实际上 确实是还有差一点 对啊 所以我希望我回去之后 还能够再跟努力 再加强 赛友感谢身兼教练的爸爸 一路上的鼓励 一起拿着中华奥会 会期的那课 真的很感动 李梦源还坦言 训练期间压力大 会对爸爸乱发脾气 但爸爸都承受下来 非常辛苦 另外还特别感谢一位薛阿姨 平时训练给足照顾 阿姨生日愿望 直接送给他 下一步李梦源说 回国先沉淀一下 接着还要减肥跟戒烟 并提升实力 历经第一潮 豪显挺过来了 这次参赛虽然是以地补方式 取得巴黎奥运资格 不过李梦源成为大黑马 为台湾涉及时写下新篇章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 而孕育李梦源的是 宜兰四方林靶场 他曾经住过一阵子 而且每天练习是至少六个小时起跳 不过李梦源一度因为恩师过世 休学放弃 直到另一位教练 手把手带着他 才将他走出迷惘 视讯跟大家道谢报喜讯 李梦源拿下台湾在巴黎奥运第一面奖牌 也成为涉及在奥运夺牌的第一人 真的不简单 跟他视讯的则是宜兰四方林靶场教练 这里也算是李梦源的娘家 李梦源从小就跟父亲到四方林靶场练习 前后在这里待了约六年 也曾住过一阵子 十六岁进入国家队 出战广州亚运 被称作涉及金童 但一度因为恩师过世 休学放弃 因为他当初是遇到困难 他的困难点是 他当初遇到瓶颈 他觉得他打枪没有办法再打上去 他在进步 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位蔡信的教练 他是手把手带着他 一直鼓励他去打我们的电像法 那后来他的成绩就慢慢往上走 成功把李梦源从迷惘中拉回来 展开苦练之路 最后登上五环殿堂 跟他一起奋战十年的 设计协会训练组长庄翰林 也曝光李梦源练习菜单 别人一天要练习四盘 他却多出一倍一天八盘 因为李梦源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努力真的换来成功 终于被世界看见 不过这回在巴黎奥运场外发生小插曲 英国媒体《卫报》的报导 竟然把李梦源国籍写成泰国 至今都还没有更改 但尽管如此 李梦源在台湾人民心中 就是台湾的骄傲 TV片新闻综合报导 还有在东京奥运 男子高尔夫同牌得主潘正从 在巴黎奥运第二回 是一度挤进了第五名 不过第三回合表现下滑 三轮合计206干 排名战列第十七 就看目前进行中的第四轮 能不能扳回一城 上届东京奥运 男子高球同牌潘正从 在巴黎奥运第二回合中 大显神威 周日进行到计分赛的最后一战 高球一哥潘正从成绩 第一轮以69赶排名第23 第二轮表现出色 在前九洞吞下三只bogey 后九洞更猛拉尾盘 前四洞抓下两只小鸟之后 在标准赶五赶的第十四洞 列下老鹰 最后两洞连续抓鸟 总继用了134赶挤到第五名 第三轮表现下滑 最终以72赶脚卡 三轮合计206赶排名下滑 到第十七名 就看第四轮怎么表现 专家也分析 潘正从在代表国家出赛 特别有办法专注 能够放手一搏 心情调试上比一般人更懂掌握 前男在世界名将中脱颖而出 但奥运赛程就是全部选手 进行四天比赛 最后成绩最低赶数 前三名就是金银铜牌 也就是第四轮是最后一次机会 进攻得相当积极 策略已经没有保守可言 第二赶进攻 还有另一位高球国手 于俊安 第二天赛程结束 第四十三名 第三日三轮合计 七十二赶 战列第四十六名 也在高球场上 丽萍一杆进洞 争取最佳成绩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